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环球网报道 日前 在中国九泉卫星中心执行发射任务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携带我国第一款可回收利用航天器神龙一号升空 并在太空中执行两天任务后顺利返航 并成功降落在罗布博新建的机场上 完成火箭回收工作 这款中国制造的神龙一号对外保密 其降落的机场由重兵把守 但仍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同时 美国NASA也在密切关注着神龙一号的进展 这款太空航天飞机打破美国垄断 而且技术超过了NASA预估 西方媒体认为 神龙一号和美国X37B空天飞机非常类似 对此不少日美感叹 百年变局将至 空天飞机具有航天飞机的外形 既能当航天器在地球轨道飞行 也能当飞机在地球飞行 美国的X37B空天飞机就是太空中的绝对霸主 不仅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可以携带武器飞升至地球近地轨道长时间驻流 一旦发生战争 五角大龙就可以命令他们对敌方的载轨卫星 以及航天器进行破坏 在中国掌握了空天飞机的技术后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被打破 当然 美国的X37B曾在太空中运行600多天 而此中国发射的航天器仅飞行两天就返航了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世界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